这个邋遢大叔 因为吃了猩猩 吃过了鸡蛋 结果把病毒吃到了肚子里 病毒在体内疯狂发起攻击 邋遢大叔又是腿周筋 又是脸上长痘痘 最后差点隔壁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 非常有意思的动画电影 话说咱们的男主邋遢哥 是个动物饲养员 每天都是一边吃早餐 一边干活 不时还要老痒痒 旁边这只猩猩 有点小调皮 邋遢哥剥好鸡蛋 倒上奶酪 这样美美一顿 最近的向女儿嘲笑 猩猩不会剥蛋壳 小金刚似乎听到的坏话 抢过鸡蛋就往嘴里塞 那他哥可是个小气鬼 抓着小金刚就干架 想着自己吃不到 谁都别想吃 最后那他哥一把挤出鸡蛋 鸡蛋掉在地上 根据落地三秒能吃的原则 那他哥捡起鸡蛋 在猩猩面前炫耀智商 随即就准备往嘴里塞 女儿说这也太脏了吧 那他哥居然蒸了一口闷 而他不知道的是 鸡蛋从口腔进入石道 上面的细菌已经残裂在了口腔里 口腔里的白细胞正在巡逻 他早就看不惯那他哥几年不刷牙 飞机雷达显示 有细菌侵入 很快入侵的细菌被白细胞找到 正在一番口腔激战之时 那他哥一个哈气 将细菌带入到胃部 随即成为管理员发起警戒 细胞劫匪 已经劫持一辆汽车逃跑 白细胞一枪打下去 却打中了神经细胞 这下悲剧了 那他哥突然一阵疼痛 直接刷倒在地上 这下吃块肚子了吧 下午4点10分 口腔内的吞噬细胞 还在打扫残渣 这些小细胞 是最最底层的清洁工 而真正的大魔王终于出现了 他是一位罕见的病毒先生 他点一下吞噬细胞 吞噬细胞就会隔壁 收拾完所有吞噬细胞 他接着在口腔放火搞破坏 引起拉他哥的牙齦上火 很是难受 这边小老市长正在准备选举 他正在和卫部市长竞争 一旦肠胃精选成功 那拉他哥就会完全大小便失禁 后果不堪设想 小老市长建议 拉他哥戒掉薯片和垃圾食品 但是拉他哥控制不住啊 油腻的鸡腿张嘴就来 女儿建议老爹去医院看看 小老市长这下害怕了 要是拉他哥去到医院 他的精选将会带来非常多的负面消息 很快要玩太空舱 随着口水进入到卫部机场 卫部工作人员开始对要玩开舱迎接 感冒林战士正式进入拉他哥的身体 着手检查他的不适情况 与他合作的是白细胞 琼斯 两人去的第一站 是消防员所在的火灾口腔 消防员表示 无能为力 感冒林随手跑出弹药灭火粉末 对着火焰一顿喷洒 此时拉他哥的身体已经好了不少 又开始在干活 而在他的夜窝里有一群在汉县躲藏的真君 在老大的带领下天天释放毒味 病毒红魔最先来到这里 红魔命令这些真君小弟 以后就跟自己混了 随后一根指头轻松杀掉真君老大 真君小弟们正式成为红魔的小弟 第二天早上十点 红魔带着细菌 真君小弟发起第二轮进攻 随着拉他哥的一个喷嚏 鼻子内部开始出现粘液深漏 琼斯这才发现恐怖的红魔 鼻涕像洪水一般冲来 感冒灵和琼斯抓住鼻毛才活下来 两人在街道巡查 看到两个斗鸡的 豆豆练球军 感冒灵二话不说 将豆豆赶回豆豆舞厅 一下子拉他哥头上便长出一颗大豆豆 那是又疼又痒又胀 琼斯偷偷扮成细菌 混入豆豆舞厅 调查红魔的阴谋 这边拉他哥正在女儿面前 先挽回尴尬的关系 红魔在和小弟开会 他们计划直接入侵小老 致使拉他哥体温飙升 最后让他活活烧死 好可怕的计划 突然红魔发现 琼斯是白细胞 派来的卧底 立马就要杀包灭口 幸好感冒灵 及时赶来救人 他丢出一个消炎炮弹 随着豆豆突然爆炸 农业直接扎到的女儿脸上 拉他哥被女儿一顿臭骂 而且头上还出现一个洞 红魔并没离开 还是偷偷躲在伤口下 琼斯回到小老 也被市长一顿痛骂 他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擅自炸开豆豆 这是危急健康的行为 万一挤豆豆感染 怎么办 感冒灵解释 这是他的决定 琼斯想要解释 直接被市长开除 市长要感冒灵 看看手臂上的蚊子 感冒灵手上写着 三十缓解感冒症状 也只是说 感冒灵根本没有权利 虚感红魔 晚上女儿开始教育老爹 批评他会生病 就是因为不卫生的生活方式 拉他哥还不知悔改 在淋巴结底 琼斯和感冒灵正在打包行李 他们将乘坐尿液去往膀光 然后被喷出拉他哥的身体 此时拉他哥正在睡觉 睡觉时 大佬电影院便会播放他的梦境 梦境里 拉他哥有妻子 有女儿 很是幸福 趁着睡眠时间 红魔对基因实验室发起了入侵 他无手打开基因仓库 并且拿走了控制体温的关键基因片段 大佬的梦境碎片 开始变得黑白 体温慢慢升高的拉他哥 开始做噩梦 琼斯意识到 红魔并没有死掉 是他正在让拉他哥升高体温 红魔躲进了潜意识房间 静静等待体温升高 而在旁观码头 感冒灵拿着船票 准备上船离开 琼斯求他不要离开 虽然他是感冒药 但是关键时刻 也是可以拯救世界的 等到拉他哥上完厕所 感冒灵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与此同时 红魔劫持了小老秘书 小老已经完全失控 城市的温度也在不断升高 琼斯带着感冒灵 火速赶往小老追捕 四处逃寸的红魔 拉他哥正在开车时 脑子实在是受不了了 开始出现昏迷的症状 随即被救护车送进医院 中午12点半 拉他哥的体温飙升到高烧阶段 再不采取措施 估计会隔屁 感冒灵在烟雾中 再次发现红魔 琼斯迅速救出人质 感冒灵的药水 虽然不能马上杀死红魔 但是能暂时抑制他的活动 红魔只能暂时避开感冒灵 他拿出准备好的花粉 朝着拉他哥的鼻腔丢去 花粉是拉他哥的过敏源 发烧合并过敏 拉他哥估计彻底完蛋了 红魔准备划枪服 随着口气飞走 此时琼斯要感冒灵准备发射 他则变形侵入炮管 随着感冒灵一炮 琼斯和红魔一同冲进了口腔 飞到女儿的眼球上 琼斯差点在泪水中淹死 两人在眼球上决战 因为离开身体 琼斯根本不是红魔的对手 眼看着基耀隔壁 突然女儿眨了下眼睛 琼斯意外逃出魔爪 而且拿到温度基因序列 红魔扑上来继续战斗 琼斯靠着变形的超能力迅速逃跑 因为他已经察觉这是假睫毛 最后红魔跟着假睫毛掉入桌上的酒精力 迅速被溶解 而琼斯则抓着睫毛在眼睛上 此时达他哥已经体温失控 体内已经四处是岩浆般的滚烫 马上就要不行 大家纷纷准备好了遗言 小老市长此时非常后悔 做出开除琼斯的决定 随着心跳停止 纳特哥即将宣布死亡 女儿哭泣的跑来 看脑爹最后一面 伤心的泪水不断再往外涌 此时睫毛上的琼斯终于想到了办法 他奋力跳到掉落的泪水里 乘坐着泪水 再次回到了纳特哥的口腔里 差点中途被淹死 他喘着半口气 要大家赶紧归还体温基因 随后纳特哥恢复了心跳 医生都觉得难以置信 紧接着纳特哥睁开眼睛 悲剧最终化成喜剧 纳特哥的身体恢复原样后 细胞们将琼斯和感冒灵 分为超级英雄 而经过这一次的重病之后 纳特哥终于开始 听从女儿的建议 变得讲解卫生 而且不再吃垃圾食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 平时生活一定要讲卫生 说不定一个不经意的吃脏东西 就会让自己的身体遭受灭顶之灾 没听不晓定 欢迎关注西瓜肯定 本组于来源其换定 终极细胞栈